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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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呀 还在这里的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哎哟 那个人 好文气 他没感觉到吗 哎呀 玩到这顺风车坐完 人跑路了 卧槽 你看 跑路了 哇 龙净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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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彩的龙净峰啊 光彩的龙净峰啊 到敦煌的火车站登上了 中国目前最好的列车 四路梦想号列车 上的工作人员正在为我们准备 欢迎仪式 姑娘们手捧卡达 再向我们献卡达 这部列车共有15节车厢 可以装载84位乘客 有9节客房车 一节套房车 2节餐厅车 1节客厅车 1节多功能车 另外还有一节素银车 小哥正在往银色杯子里面 倒上香槟 小姐姐给我盛上了香槟 喝一口香槟 开始登车 先踏入车厢 叫新享工 客厅车 右手边是一个酒吧 可以在这喝杯酒 旁边还有一些沙发座 这里的配色太漂亮了 这里还有一架钢琴 如果会弹钢琴 可以在这里试一下 现在进入的是西式风格的 盛宴阁餐车 顺便说一句 这里的整个风格设计 全部是由清华大学所设计的 穿过这些车厢 来到了中式风格的 西海郡餐车 这里的厨房是名厨名造 都可以直接看到厨师在座上 看一下我的房间 605的常乐双辉格 双人标准间 11个平方 带有独立卫生间 看一下吧台 是一云矿泉水 看一下卫生间 淋浴的龙头很有质感 再看一下左边的是智能马桶 衣卫很大 行李箱可以直接放进在里面 往衣卫下面抽开来 是这里的拖鞋 上有个小小的梳妆台 打开来里面有一个电筒 还有吹风器的配件 翻过来还有镜子 再去看另外一个房型 大床房也是11个平方 车上还有亲子房型 这个小沙发 打开来就是一张给小朋友睡的小床 另外是大人睡的大床 可以三人同时入住 看一下全船仅有两间的套房 22平方 这是一张大床 回头我们再看一下 房间里还有张桌子 卫生间也非常大 居然还配了浴缸 超出了我的想象 在火车上泡澡是怎样的感觉 有机会一定要试一下 配品也用的非常好 牙膏用的是牙膏界的爱马仕 上面还配了一个 带身的吹风器 还有漱口水 这样的房间真是让人心向往之 再去看一下娱乐的车间 这是一张麻将桌 而且还是鸡麻 可以在火车上一边打麻将 一边唱着歌 看一下火车上的KTV 这才真是一边打麻将一边唱着歌了 在这KTV就可以唱歌 这是我最喜欢的区域 车尾的汉乐府多功能车的观景车厢 巨大的落地窗 观景一流 这是在国内的列车上 绝无仅有的一个存在 另外车上还有一个隐蔽的吸烟的角落 雪茄吧 待会带大家去看一下 火车缓缓开动了 晚一点再给大家展示 车上的餐是怎样的 公路断开了啊 再再读一个 不让相机能过去 大家凑一个 离天洞村下马公路断了啊 桥塌了 不能再走了 明天洞村下马公路断了 赶快不让路 赶紧 赶紧脚啊 那谁家车呀 还不看呢 哎呦 远点 你不要跟那头过 跟那头过 哎 那个是你家车不该下来开走呗 我说这个也得该开走呗 这离得多近呢 剩下的吧 要开走 那时候 然后就不止了 这个是你家车 因为我这儿 看起来 看起来 还可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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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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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放了,到门里让啊,别放 这车也要把它用到三点了,对 这鞋子有帮简单,是吧? 后买简单 后买简单 那是后买简单的,就是那个老头 老土部人人家只能找 他给他提个儿到里面 那边 看是我们的宠店,宠店可能是电宠的 我回看着看,什么山山山山山的 那边还要下一周 为什么? 哦,很麻烦 这什么玩意儿我,嘎味儿爆了 完了这个车也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哇哇哇哇哇 词曲 曲 李宗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军训最后一天,学校就说把2400左右的人转到其他学校去,相当于买卖。况且校长收了钱还跑路,男孩子忍不了,反对了。追着,校长,打。校长跑到女寝室躲着,然后在女寝室被打。 网络流传图片显示,学校在只有600人招生名额的前提下,隐瞒学生和家长,将招生名额增加到3000人,导致2400名学生没有学籍或者可能被转移到其他学校。 7月21日,该校曾发布声明否认学生无学籍的传言。 7月26日,学校公布一份专业分流知情同意书,明确告知学生将被分流到其他学校,要求学生签字同意转校,引发学生强烈不满,发起了抗议活动。 当晚,部分学生的家长也聚集在学校门口抗议,有自称是招生老师的网友发帖说,经济出事了,校领导瞒着老师以及学生,在未经过教育局审批的情况下,私自将招生名额从600人增加到3000人,意味着有2400人的学籍是在其他学校的,毕业证也是其他学校的,这是学校跟其他学校背地里进行合作。 现在这个秘密被告发了,学校可能未来三年都会停着。 目前,中共当局开始在网络屏蔽关于该事件的信息和视频。 公开资料显示,贵阳经济技术学校是贵州省教育厅贵阳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一所民办中等职业学校。 香港人体育割成立的exploration Dodi 证靓且我靠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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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